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它說右邊有一張圖 這張圖是某個地方的斷層的記憶圖 然後呢,告訴我們一堆事情 那一堆事情呢,在右上角等下再看 我們先看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如何呢?我把它放大 這裡呢,有地表 然後地表的話呢,還有什麼呢? 有扎生哦 來,這裡是地表 就是現在這條線 這裡它標示了好多個點 夾一頂丁各個不同的位置 然後呢,這裡呢,題目也說呢 有一段層面就是現在這條黑色的線 我沒有這句話,我去畫會整個扶掉 然後呢 然後就有告訴我們斷層面跟地表嗎? 好吧,我還是得看完題目上,我把它解決掉 來,題目我們再往上吧 聽譜說 我最接近會陸進去哦 來,所以呢,這裡的陣員跟陣央 他說的直線距離等於就是最短的距離哦 所以這裡記得一下幫我記一個數字9.5 他說過了一段時間,同一個斷層面就發生 微波6.5 然後呢 它的距離不是9.5了 而是距離呢,在原深度變成7公里 到底怎麼會是第二次避震的鎮壓 我有沒有解讀錯題目的意思呢? 應該沒有吧 來,我們來記一下9.5跟7 來,我把它拉到土的正下方哦 不如我的這個走下降 先找到一個星星的位置,正央 它題目有說星星是正央,對吧? 所以呢,第一次的地震 第一次的地震的鎮壓在這裡 這是第一次地震哦 然後說鎮壓跟鎮壓 9.5K,我這裡有寫9.5 這是第一次的地震,所以我這裡寫一個 trust 然後說另外一件事情叫做 又發生第二次地震 而第二次地震的話呢 正元深度7km 如果呢,第二次地震的位置在 我現在畫什麼地方 正元深度會是只有7km嗎? 應該比7km來的大 可能10,可能11,可能12 也就如果是斷層面 我現在畫的這個位置的右邊 應該更深的地方 它的正元深度應該更深吧 可是聽不說7km而已 我只好說,好吧 那我們第二次地震的鎮壓 應該呢 我現在畫什麼的位置 分別呢,現在叫做正元 上面的比應該是正一樣 你說我沒有另外一個選擇? 沒有,因為鎮這一個位置 剛好跟地表接觸 如果剛好在鎮的位置 那這個圓深度是0公里 所以我不可能挑你 所以我挑的是B 7km 然後這裡順便呢 告訴你一種東西 叫做有一種符號 如果呢,在地圖上面呢 看到有斷層線 就是像你們看那個活動斷層 的一些符號 也就近一萬年 近十萬年 發生過錯動 那個活動斷層 它有時候用這個三角形的符號 這個三角形的符號呢 叫做呢 它的斷層面 然後是從前方向東邊 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地表 這叫做向東邊 傾斜的斷層面 如果這個地表 這叫做向地邊 傾斜的斷層面 這兩個就不一樣了喔 也就是呢 我右手邊 像滑鼠的位置 它的那個斷層線的符號 就是我現在畫的 如果是左邊 它在地圖上畫的斷層面 的符號 會是長這個樣子 不一樣喔 所以有時候 如果它講更多 你要看得懂 好嗎